相信能够来到美国的洛杉矶采访你们 因为2016年是中美旅游年 相信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来选择来美国旅游 那么我们也知道 你们在美国从事这个旅游行业这么多年 相信你们对美国旅游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专业的旅行业的这个老板来讲 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要注重客人的 那个是他们的安全 跟他们的所有他们对他们的客人的兴趣 有有望的地方 一般是现在的很多公司上的旅行社业的竞争 所以他们都把那个价钱拥得很低 有时候他们就把这种专业 我们身为旅行业的这个想法 就有时候把它就是已经放在一边了 可是我是觉得把我们美国 所有最值得也推销给客人看的东西 他们都应该值得应该看得到 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美国的旅游跟我们国家 或者是欧洲东南亚的旅游 在形式上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应该是一般来讲 都是我们全部是要把最漂亮最好的东西 给大家在游客来看 可是美国就是比较多一点 就是比较是国家公园自然的风景比较之多 他们很注重这方面 当然他们也有人造的主题公园也很多 同时我们觉得我们在美国很注重服务来讲 他们就是一种小费服务的精神 如果你是说他们很在乎这个小费 你给它多少 所以他们尽量就把这个服务做得最好 然后呢就这个是给他们一个大分 这个是就是每个就跟中国有点不同的地方 就是来美国的这个西部旅游 那么美国的西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那么相对于东部来说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东部呢比较是好像是代表国家的地方比较多 然后呢当然也有很多那个漂亮的风景 可是这个西岸呢都是呢 就国家公园比较多 然后呢也有也有这个我们的主题 这个公园也是蛮多的 值得来玩了他们都游客都会很喜欢 非常漂亮 那就是说西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景点 就是说比较好玩的地方 可以推荐给大家的那种 西部的话我们只讲是在加州好了 等一下我们的Kevin是我们的导游专家 但因为他可以解释 西班我们最主要是也有那个旧金山啊 那个Los Angeles啊 大峡谷啊 那个是阿里托纳那一带 都是值得去玩的 所以一般的话我们的行程都有从三天四天 一路玩到这个七天这种旅游都有的玩 那么至于说怎么样的风景呢 我们就有Kevin来大致上 一般来讲美东是这样 美东大部分是讲历史 历史比较多 那西半部这边的话 他们是讲国家公园主题公园 比如过现在很热门的 这种黄石公园 林洋彩屑 拉斯维加斯大峡谷 因为大峡谷毕竟它是七大之首 所以这个一般来到美西 他们都去大峡谷 那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旧金山啊 两次来到美国没有去旧金山 但白走一趟 所以旧金山也是蛮值得去的 因为当时它是掏金客的时候 在这个1849年的时候 从旧金山整个发展起来 所以他们说这个早期的中国人啊 广东附近沿海带 在1849年就首先就来到旧金山了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有什么特色的景点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 自驾要经过美国的三个州 其中呢洛杉矶就是美国西部最大的城市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景点 可以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比如说像坐船啊 其实坐船哪里都可以坐 但是它这个当地的这个市政舞弄得很好 因为旧金山它这个湾区啊 是个非常特殊的湾区 从坐船呢可以看到整个 整个旧金山分布在42个小山丘上面 因为早期在1849年拓荒时的时候 就从现在这个海湾 这整个慢慢发展出来的 所以这个船呢满次的去坐 而且坐船的时候它是用中文讲解 不是用英文讲解 现在为了迎合这个中国的游客 所以这个旧金山市政舞特地在船上面 弄的一个中文视听 所以对这个可以了解到 就像这个来龙驱魔 我觉得这是还蛮值得非常非常值得 那我们还要自驾去一号公路和大峡谷 那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无欲过来不看山 环山天下旗 额眉天下秀 太山天下险 那这个峡谷呢 因为我们地球的地址 它属于46亿的地址 那这个峡谷属于20亿的地址 它主要是由科拉多河不断的日积 基业不断的侵蚀作用整个所形成的 我们公司有一个特殊的很棒的一生 就是住在里面 然后你住在里面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一种 好像中国股市的这个薪水贫野库 这个月泳大江流 飘飘河所事 天地一杀后的感觉 我们住在里面 然后整个看峡谷 然后看日落看日出 这是我们公司一个比较特殊的行程 跟旅行团去又是怎么去的 刚好我们得知这两天 有个团要去大峡谷的那一边 他们的游客都自由行比较多 那我们公司为了迎合当地的大陆的自由行程 所以我们在 我们有一些套装的行程 有三天的四天的五天的 那你来到美国可以做自由选择 那你在国内出来 他固定就不要死 可能就七天八天的东西 餐食都包在里面 那不要有时候餐食 比较为了这个价格 可能餐食方面他比较不适应 所以我们带出去 我们都有中餐西餐 然后让客人自己去选择 然后我们有很多这种套装型的 比如说看你要去哪里 大峡谷你要采计有皇室公园 我们整个有配套的行程 所以对中国游客会来的比较好 而且我们还有自由行 就是说你来这边五天六天的时候 后面几天的时候 你就可以自由参访亲戚啊 还是照访大学啊什么 我们公司也特殊可以这样办理安排 看样子大家都还挺兴奋的 那么除了大峡谷呢 我们还会去拉斯维加斯和旧金山 那里又有什么样的景点可以推荐给想要来 前来旅游的这个中国游客呢 我是觉得客人大部分喜欢那个国家公园 给他蛮有兴趣 因为美国他们很保护这个国家公园 所以弄得非常干净 他们都当时一个是一个好像美国的国宝这样子的 所以当你去到那边 他都是干干净净一些有range的人都在照顾着 所以都是很自然很天然的 就像旧金山那边吧 那是Yosemite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国家公园他有里面有很多雨林啊树木啊 跟着还有一个瀑布在那里面 那么就是呢也有这个 我们还有那个大沙漠啊 都是在那个是旧金山那边的 还有红木公园呢也在那边 看样子大家都还挺兴奋的 那么除了大峡谷呢 我们还会去拉斯维加斯和旧金山 那里又有什么样的景点可以推荐给想要来 前来旅游的这个中国游客呢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有让客人多元化的选择 譬如说到拉斯维加斯 你去看一场秀 然后有很多秀 一般有时候从国内出来 还是固定的一个秀 那像我们有多元化让客人去选择 我这样客人会采取 比如说想要看这个太阳剧团啊 看美国比较传统的这种 这种百老汇秀啊 那多元化去选择 那如果你从国内出来 一般来讲都是固定 它都包含在里面 客人就没办法选择 因为时间性的关系 那我们当地旅游local tour 就是我们有多元化的选择 大峡谷是这样子 它分布的四个部分 东西南北面四个部分 那现在游客大概80%到90% 都到西峡谷 因为西峡谷离拉斯维加斯比较近 它来回的测程大概只有五个小时 那南峡它是属于国家公园 一般我在车上 我都跟客人讲 如果你要去南峡 比较不适合在下旅游团 因为它来回的测程 将近10个小时到11个小时 那你把这个时间头子抱着全部在车上 是整个时间就浪费掉 那旅游团是 因为去西峡比较近 而且我们还中间还停了一个水坝 所以对客人来讲 而且在西峡谷停留将近四个到五个小时 有没有听过一个叫玻璃桥的 玻璃桥就在西峡谷 然后到西峡谷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到谷底下面去 看谷底的疯狂 因为峡谷你从上面看 跟游在下面看完全不一样 那下面还包括坐船 那你坐那个船会感觉两岸原生提不出 青州旅公关的那种感觉 可以感受它的实际化 还有我们是公司独家的 已经差不多六七年了 都是里边它有26个小木屋 那我们的公司都几乎把它包下来了 所以我们的团就是黄石公园也好 大厦官我们都有住一晚在那边 那么他们都很喜欢 因为时间很多 他可以在那边很有充足的时间 去游玩那个大峡谷 跟着就是我们叫西峡谷 跟着有住在那边 大家可以看到太阳的日落 跟这个是日出 然后我们也会早上有一个马车 就好像古代的马车 他们就20多个人坐在上面 那有两匹马跟马夫 就带着他们这个峡谷 西峡谷里面坐一圈这样子 差不多是20多分钟 可是他们就觉得很特别 就感觉上有不同的 也就是说去了这个峡谷里面 不仅仅是欣赏风光 就相对应的 您说的这个马车 还有住小木屋 还有这个船的 相对应的这个配套 都是做的比较丰富的 目前来说 目前来说是我们是独家的 因为现在目前在美西这边有四家旅程 因为我们公司独家 唯一可以住在西峡谷里面 这是唯一的 那就是说 想问一下 你们去过扎拉界的这个大峡谷那边吗 就是有了解 对那边有了解吗 对不起 还是有差 因为毕竟它的地址不一样 而且它比较酷比较大 就这样 就这样的区别 就是其实我们扎拉界的名气 在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扎拉界的这个 你说中国的扎拉界 对对中国的 都蛮喜欢的 每个人都是很漂亮 都是 特别我们的客人 要到中国的话 他们都很喜欢去 就也会选择 因为去那边 对 就是非常吃扎拉 如果参加来讲 我说我去过什么地方 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 一个就是 大多久在过扎拉界 这个一定要去 室外桃圆 桃圆势必绝封城 那个量是相当漂亮 那峡谷这样 它是看起来比较大 因为它是大小叫 Grand King Grand Grand就是比较大的意思 它是视野比较辽阔 比较大一点 还是有这样的区别 那就是说您对 如果去过那边 对那边了解 现在那边要开发旅游 就是说 有什么就是这个 就这边的大峡谷的 一些什么比较好的经验 那边 就是也可以渐渐学习的吗 我想在措施方面 措施方面 措施方面 比如说因为 它这边的安排方式会比较好 有接驳车什么东西 而且在吃的方面等等方面 它比较有一个 organize 就是比较有组织 比较有组织化的 规格化 会比较好 我不晓得国内 因为那是我早期去 我大概是在二十多米进去 那现在是 记不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是 美国这个方式 按部就班 是一步一步不来 比如说接国车 然后翻试 蚕食 什么都给你排的好好的 这样子 以前这边好事 因为你到大峡谷 一路只要多一点时间 你一路可以玩下去很多 除了大峡谷 它也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好像八卉湖 就是八卉湖 一个很大的一个湖 里面呢 就是这个湖 就像桂林这样子 可是它全部一个峡谷 在这个八卉湖的里面 所以你一路就有玩的话 一个多两个小时的话 你就看到一个小型的大峡谷 在那个湖里面 非常之漂亮 那么也有布萊斯峡谷 那么西安国家公园 都在那个一带 所以只要时间多一点点 因为普通一半三天 三天的话 可能只可以看到一个大峡谷 如果你再多住多一天 到四天的行程的话 你就可以 因为都在这个阿里松南一带 所有的国家公园和峡谷 都在那边 林阳峡谷 现在还非常之有名 那个是不是 我们现在很多人去 还有马蹄湾 也是非常之漂亮的 这个都是时间上 如果你多一天的话 我们就一路就可以玩下去 因为国家公园大部分 集中在这个 我们现在这边是加州 亚利桑州 大峡谷围在亚利桑 亚利桑州旁边就是犹塔州 所以美国很多一些 一些知名的国家公园 全部集中在亚利桑州 跟亚利桑州交接口 那我们公司每个礼拜六 有这样特殊的一个行程 就是到 亚利桑州国家公园 叫做国家公园巡礼 林阳峡谷啊 林阳采雪啊 西安公园 布莱斯峡谷 我们会这样绕一圈 这个这个价格又很便宜 大概差国内 大概的三分之一的价格 嗯 但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旅游的过程中 就有人也说过啊 去过这个 不去 不去这个大峡谷 觉得遗憾 去了也觉得 觉得更加遗憾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路途 路途确实也是您讲的 有点远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 去选择这个 去那边游玩的地方的时候 像现在美国也有 经常有一些直升飞机啊 就是说有一些相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配套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算不算目前来说 呃 行刑旅游方面 比较 比较有创意的一种方式呢 呃 因为峡谷它地质 属于21个地质 我上次跟课讲 你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 可以到谷底下 看谷底的风光 因为它大峡谷 它的地形 它最底层 是接近你地形的 呃 我们这个国内叫地壳运动 它是整个慢慢慢慢提升上来 那直升机它在飞的时候 它飞给你看 一直全暖偏的 因为你站在那边一看 一站在那边看 跟你飞到谷底下面去看 就完全就不一样 好像在坐升降機一样 你可以全暖 然后到谷底下面 由谷底下面拍照 然后去坐船 这个船大概20分钟 然后直升机再送你上来 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到谷底下面 因为最近这个河流啊 因为它这条格是克拉拉多河 它是属于美国的一条母河 而是供美国西班部的水源 但是因为造成污染 所以这个美国人在告这个印第安人 我听说啊 可能明年后年 搞不好这个船就不做 不船就做空 那蛮可惜的 所以趁那还有这一两年 还有机会的时候 呃 我常常可能讲说 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到谷底下面看谷底的风光 然后直接再送上来 那截然完全不同 感受也完全不一样 嗯 也就是说 其实它不是为了呃 配套这些东西 建了一个您说的那个玻璃桥 玻璃桥 这个玻璃桥 已经建了有十多年 加约有十年 是不是但是有点小小的遗憾 就是说去那也不能自己拿手机去拍照 只是随便走一下几分钟就过去了 会不会有些人专门花了大几个小时的时间走过去 然后就站在玻璃桥走一下 觉得有一点滑不来 所以这个东西 我一般都建议客啊 如果在直升机跟玻璃桥在选择 我一般推荐客你做直升机 嗯 因为玻璃桥毕竟它不能拍照 印第安为了要赚这个钱 然后你他把你拍你居住能票三十五块钱 拍了之后你要跟他买 对一张上面三十块 可是你也可以在下面下面拍 或者你的朋友在上面 你在下面就跟他拍也可以了 只是说他就不给你把相机带上去 他第一他是讲之后怕你的相机 他一般掉下来就会破坏他的玻璃桥嘛 那个玻璃嘛 所以呢都希望是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带 只是换了一个套鞋 这个就去那边 不会把那个玻璃有任何的损失 嗯 其实这个 讲去那个西峡谷那个玻璃桥 是我们一个上海的一个 一个是德里金先生 他是一个导游在那边 他觉得哇 如果我们在那个西峡谷里面 能够借一个桥 一个桥能够伸出来的话 是多美啊 然后后来呢 听说他的荣幸就成生 然后他到中国还借了一笔钱去把那个西峡谷 所以我们都为中国人为胸 没有他的印第安人 那个西峡谷也没有这么多人回去 嗯 也就是说其实在那个时候刚建成的时候 这个是大峡谷很重要的一个吸睛的方式 就是吸引眼球的一个方式 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个大峡谷有这么 这么美啊 有这么美的地方 那就是说 但是因为十多年已经过去了 其实这个桥也不一定是说吸 是吸引游客去的这个唯一的一个方式了 可以这样理解吗 其实最方便就是哈迪拉是非常事情 你想想看三天四年这么短促 你把时间花十一个小到南峡谷去 我说这个比较花不来 其实南峡谷我常建议可能可以自驾这去 因为从南峡可以到东峡 东峡旁边就是 宝伟湖就是特克拉多的上缘 然后再行车大概两个小时 就可以到里洋彩穴 我是觉得如果你时间不够的话呢 可能就是只有你短等几天的话 可能只有到西峡谷是最好 也没有这么锐也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 可是如果你的时间充足的话 像自驾的话有时间的话 因为你去南峡就是 所有的美国人或者是欧洲人都喜欢坐在去南峡谷 因为南峡谷去的话 可是你开车真的很久 一开的话就开五个多小时 开的时候 你如果再匆匆回来的话 你去玩的时间就不够 所以最好在那个附近就注意玩 那就不要再马上当场回来的话 然后再到那个 那个渝达州啊 那个那边就一路 Arizona那边一路去玩下去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看到很漂亮 就不应该去西峡了 就西峡谷应该叫南峡谷去玩 是值得的 一般早上我们在第二天出马的时候 到大峡谷的时候 我们分两部车 一部车去南峡 一部车去西峡 你知道从西峡谷回来的时间多久吗 到拉瑟加斯大概三点钟就回来 然后你在西峡谷停留五个小时 慢慢的游来慢慢的开 一一而行慢慢而行 然后你到南峡谷就不一样 到南峡谷回来的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而且到那边只停一个小时 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最新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也可以选择在拉瑟加斯 选择坐直升飞机飞到那 我可以在天空感受这个大峡谷的这个 这个胸围壮阔 其实这个努略到了那边的这种 这种神奇啊 就是神奇的大自然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尤其也是最近旅游 大家也比较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吧 是是就是一个多用化的选择 你要坐飞机去 你要乘巴士去的各当客人多用化的选择 嗯就你们也也是愿意推荐这样的 我们愿意推荐 要是说如果能够客人多一两天的时间的话 你就也不需要去付更多的钱去做这个直升机 就是看个差不多一两个小时就回来 你可以一路就玩下去的话 也是非常之美的 四天五天都可以 这个就是因为看客人的这个假期 现在也很多就是自驾的 或者是有的是说10年的Visa 就是他其实都可以来 一来的话 玩多几天的话 那个就值得就这样一路就玩下去 是非常之值得的 也就是说其实从我们出发点到这个 到我们要去的这个地点 大加谷的这个地点 就整个的这一套有多种的这样的一个 线路的一个选择方式 多样的一个出行的方式 供大家去这边游玩 目前美国是这样的吧 美国是这样有三天四天的行程 我们有它甚至到 属于这样有到七天八天的行程 我们有像套装的行程 像你这个四天的行程 多一天的话 我们公司买的只有299块 都已经所有的国家都包在里面就玩了 就非常之充足世界 可是你就三天的话 就是少了一天 你去玩的地方就少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要需要 我们做旅游界的更多一点客人 就是教育他们的话 你能够挪出多一天的话 你去玩的更多的地方也更便宜 好就是说谢谢 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就讲这个自驾的这一块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自驾游推荐西部的这一块 好像是会经过这个加州的一些这个葡萄酒之乡 对吗就是说那就是说关于这个 咱们美亚的这个线路中啊 就怎么给这个游客设计的这一站 然后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 这个自驾游可能要找找Steve 这是要他比较熟一点 行那我们就到时候单独再问一下他行吗 就是说那我们在这个旅游的过程中 尤其是因为要接触很多的这个美国人 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啊 或者是说话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吗 我觉得这方面美国人跟我们中国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就很守规矩 好像无论是人多人好 他们都第一他们一定排队 OK所以你会看到有的时候 他们就排很长很长都很有耐心 他们就觉得就是从小他们选择什么都要有规矩排队 这是一点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他们讲话在公众场所 他们不会大大声的讲话 所以当时你一大声的话 他会就会 美国人就会看看你 这个表示就是 以前是说你好像讲话太大声了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话有时候很兴奋嘛 有朋友又多的时候 讲话就喜欢讲大声一点 觉得这个表示我们很开心 他们就会觉得什么事情发生了 你们是不是有在吵架什么之类的 那么他们会 甚至于会再不停的 你还在这么讲 他们就会拿个手这样 跟你就表示说你们要静下 这是公共场所 这个 那么跟着他们中美国人就喜欢 就是一见面的话 他们都喜欢就是一种赞美 OK 就是一见到你 无论是你认识不认识的好 他一见到你就会问候你 跟人就说 看你哪一个方面你的身体穿的好 他就会说你的项链很漂亮啊 你的衣服很漂亮 就是你不认识他 他就跟你打招呼 他就会赞美你 所以你会觉得很舒服 这个这是美国人的一种一种方式 跟我们中国有点不同的 这是我感觉 开始 那听你们说完呢 真的对美国也是非常的期待 那么了解了美国的景点后 我们再来聊一聊美国的风俗吧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自驾会不会经过美国的一些乡村的地方 那么美国人一般的生活习惯 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与美国人相处 有一些什么样特别需要注意的行为 而且像美国他当地的天气又怎么样 我们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衣物呢 公共上的比较凶滑 这是我每次碰到的时候 可能有嗓门比较大一点的 还有烟蒂 不要随手一灯 不要随手一灯 这个这个厂商我碰到 让他劝客人是这样的 嗯 那就是说因为我们来这边旅游 就是说肯定就是涉及到一个购物的问题 那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呃旅游的过程中 咱们有给游客设计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购物的体验吗 就是说 嗯 其实当初这个LOGO2啊 我们当初在设计时给当地一些华侨 一些华侨他们聚在这边久之后 不然慢慢现在有点变质 一些这个从国内来的台湾过来的 他们要看小孩 因为小孩在这边念书 就顺便参加我们这个行程 所以我们在规划当中 我们像我们三天两夜去这个奥特莱斯啊 呃去旧金山或甚至去拉斯特莱斯 我们特地还摆了一个 大概有大概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会给客人去购物 嗯 在这个都是去奥特莱斯 就是专门是这种好像是直 直销的那个 你甚至也可以说你回来说 你想说在另外再交一股车 我们跟这也特别可以安排到 到一个比较大的奥特莱斯 可以有一天的购物时间 不过地区那个地方这个价钱是非常便宜 就是几乎是你的原价的一半 一半之后还会有discount 所以客人说什么 又是已经discount的时候 再有25% 就是就真正你只要付25% 所以他们就很疯狂的 一去到那边就要买很多 所以你现在你会到那个直销的 这个工厂这个店去买的话 他们第一都说只准买 不能超过五件 五个皮包 什么东西无恙之后就不能够了 那那个时候 因为他们就发现到 其实我们觉得中国人觉得他们不会做生意 可是他们就感觉到 如果你一下子全部买完了 后面的人没有机会买了 所以他说你只可以买五个皮包 如果你还要买的话 你要再回去再去排队 再慢慢的可以 可是他给你很多麻烦 就是不准 又看到你同样的人 他会觉得不好意思 你不能再买了 所以有的人中国人还叫他 找了你不买你帮我代替帮我买 这样子的 这也是美国人跟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不同的地方 我们中国人就是说早点把它全部买完了 就可以早点关门了 就是休息了 可他们不行 他要比后面的客人也有一定机会买 不能够说全部比你一个人 全部把它买完了就不好 其实在买惊讶了 你看我们去拉斯里加斯路上的奥特莱斯 他这个店员 基本百分之七八十都学中文 你看中国游客这个市场有多大 所以他慢慢的静静也学着中文 也学着中文 常常客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买越多 而且赚的越多 因为东西太便宜 大概国内价格的一半只上十三分之一 那么如果有游客需要购物 沿途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大的购物商场吗 而且您个人认为美国有什么东西是性价比比较高 而且值得购买的 就性价比也好 或者是他的这个品牌也比较小啊 适合咱们中国游客买 衣服 衣服跟皮包 衣服跟皮包 比较是经济一点的话就是那个coach coach的皮包是最多人一般人会买的 当然是说有比较有钱的一点人的话 他当然会买更高的一个名牌啊 LV啊什么这种的 可是一般在我们最美国 因为他是在美国做的嘛 这个coach的话 他样子也很漂亮 要大到小小 都很多很适合平时你用的皮包 也一般平民都可以用的 所以那边就是很多人 所以我有时看到客人一去买就买20多个 然后呢 我说你买这么多做什么 那所以特别是那边店里的 怕你买了这么多 拿到中国去去卖 去再去 就是再去卖掉 那他觉得你在赚钱 可是呢 我都有时候会跟那个店里面 讲你不要担心 他们来到这么远 花了这么多钱 他不会来做这个生意 就买了一大堆 就再去 在中国去买 这是中国人 我们喜欢送礼 送礼的话 这个皮包又不这么贵 又很好 到美国 中国的话 要嫁钱更多 所以他就喜欢把这个就送给他 所喜欢的朋友 亲戚 这个是美国跟中国人的考却 就不同的 美国人出去的话 他很少需要买很多东西 给家里的人跟朋友 他们就是买一个小小的礼物 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一种纪念品 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中国人就是说 要在乎这个礼物比较重的话 表示我对你的感情 比较是更深厚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跟美国人 有时候不理解的地方 就是说推荐大家买 就是买美国的一些本土的 品牌的这个衣服 还有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包包 就是最值得 就最推 值得推荐大家买的 你看原价大概三四 三四百块钱 然后你下车的时候 导演会可以赚一个浙价券 再打个百分之三十 所以这一价大概一百块钱 所以相当便宜 还有花旗繩也是值得 美国的花旗繩也是蛮好的 吃了 特别是香港的人 他们来到一定买卖很多 那么他很注重保 就是补身体 那当然是有很多人 买维他命啊什么这种 可是我觉得是花旗繩是蛮值的 有时候买卖一点啊 就是你喉咙不舒服 或者需要是补一点气啊 这个花旗繩 比那个韩国的那个 韩国圣还要好 觉得没有这么 这么是上火 这样子 好谢谢 就是说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咱们推荐的 就是说美国有这么多好玩的 好看的 然后好吃的 然后好逛的地方 那就是说这些线路里面 你们最喜欢的这个线路是哪一条 或者是哪一条 一般我推荐的是去黄石公园 黄石公园 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叫林阳彩屑 我们几乎把这个 把这个西班部 所有的景点 全部都结合在一起 这个是比较新人所没有的 拉斯维加斯 西峡谷 林阳彩屑 西安公园 布莱斯峡谷 把整个 几乎整个都包含在里面 而且是跨越 将近要九个州 九个州 而且价格又不贵 才六百六七百块钱 相当便宜 这条线有多少次 您最喜欢哪个地方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吗 西安的话 当然是这个是 这是太像 可是我最近就是在比较 在发展在那个是 夏威夷 夏威夷我觉得一个是 第一从中国到夏威夷 时间就少了五个小时 差不多十小时 八个小时就到了 现在有东方 国航 夏威夷 都从中国飞飞过去 第二呢 他们因为夏威夷是很特别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是一个休养的地方 它有一个有七个岛 那么当然现在一般的人 都是在那个 唐乡山里面 哈努鲁那边就有玩 那边就是说 就是代表就是 这个是哈威夷 其实这个是 完全非常好 这个哈努鲁是 一个是因为 所有的国际飞机 都会挺到那边 所以他们就 一定要去玩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去不去看 那个哈威夷的文化中心的话 你就看很多海滩 有时候你还不觉得 因为我们跟那个 浦东 上海 跟那个香港的那个 没有什么 different 就是很多高楼大厦 跟海滩这样子 可是呢 我个人的话 我就现在在 开发在那个 其他的岛 大岛 跟 Maui 跟 Kawaii 这个地方是值得去玩的 你去到那边 才真真是觉得 是一个度假的 不要说 有时候你去玩了 我发现到 去了一个礼拜之后 你回来 我还要休息两天 不然都好像觉得太累了 可是那个地方 你去玩了之后 你发现到 我真真是一个度假 所以美国人 欧洲人 跟那个加拿大人 都喜欢到那个 Hawaii的其他的岛去休养 一个礼拜 然后你把所有的 忙碌的事情都忘掉 就是看到每天的自然的风景 所以我很希望有一天 有机会 给我多花一点时间 更讲一下 一定Hawaii的 其他岛的风景给大家听 这是非常值得 也是就是说这一次 今年就是说咱们那个 习主席来访美 就是说2016年 就明年是这个 中美旅游年 就是说也是趁着这次机会 你们是想 多吸引一些 就是多带一些中国的游客 来咱们这边游玩 是这一次报告我们的事情 英文不好没有关系 我们公司有接机 就是你安排 先跟公司在网路上联络 然后我们会派专车到机场去接银 然后把他们安排住宿 然后第二天就开始走行程 最后天就是再送你回到机场去 所以不用担心英文 好的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